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刚刚下了火车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襄阳站 我们来到了襄阳 我们是谁都走过来 现在是晚上10点左右 我现在是刚下火车 我要去寻找出站口 开始出去 它这个襄阳站的人温量还挺大的 我们在这里所下车看到了很多人很多人在这里下车 现在是已经是晚上10点了 前面就是出站口 是一个地下通道 这里有很多工作人员 他应该是要下班 现在我们已经走入了这地下通道 我们现在是已经走出了站台 这里是出站口 就从这里所出来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襄阳火车 它面秦广场 它这火车还挺大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出站口 远处所看的那里的红字 才是进站口 所以它这个在线的还是很长 然后它这里是一个停车场 我们走进去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襄阳的火车站 走出这个出站口 它有这个出车的后车站 然后还有一个天桥 可以走到对面去 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地下通道 它这里的设计还是挺方便的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 它这个襄阳火车 它周围的这个酒店还是挺多的 那里是襄阳市的中心医院 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这个广场这里 它前面的有这个售票厅 还有这个进站口 上面有两个红字 襄阳 我们现在是终于来到了襄阳 这湖北的襄阳呢 它是一座历史名城 当然它也是一个浪漫的地方 因为在金雍老师 他的书中是多次提到这个襄阳 其中呢有这个色调兄传 就有这个郭靖和黄荣 还有小郭香 有很多故事发生在这里 还有很多的人 有这个武侠情节 是来到这个地方 刚下火车呢是有些冷 现在是走了几步 谁子已经暖和了起来 这襄阳呢 它是湖北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 而且呢还是兵家必争之地 它那里呢还是有这个吃饭的地方 它这里也是有这个天桥 而我是已经订好了房间 然后呢我看我订的那个地方呢 离这个大概是一公里左右 我准备步行过去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襄阳的夜景 我们现在在这里是遇到了这个 车站的工作这边 他们在下班 虽然呢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多 但是这个路上呢还是有很多车 让我们在这几天好好的感受一下 襄阳这座城市 好那我们现在要襄阳 我来了在这里开启襄阳之旅 我们下个地方见 再见